被列为淡水外八景之一的石门洞 近来石门区公所为了要提升观光的品质 就连公厕都被翻新成为景点之一 不只是内部升级 就连外部要以海边特有的孤老石来点缀 如此别出心裁也让石门洞的公厕 成为了生态教育的一环 再搭配邻近的海石洞与特有的贝壳沙 丰富了石门洞的风景区景观 相当值得喜爱海岸线旅游的游客细细探索 石门区因当地奇景石门洞而得其名 而石门洞又是地质长时间变化 受到海水侵蚀的活教材 为此也吸引不少民众前来观光 不过近来为了提升观光品质 公所也运用台电公司 沉降风貌经费 为公厕进行准修 全新的风貌公厕外观别出心裁 以老姑时点缀 与一旁海石洞地质景观相互呼应 成为生态教育的一环 外围各位看到这个石门洞意象 我们利用这个孤老石陶板 来做出这个海洋生态的意象 那公厕里面所有的设备 我们也都整个更新 重新的规划 让它整个焕然一新 希望游客到这边 除了享受这个石门洞的美景以外 在使用的公厕部分 也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感受 其实这一片片的老姑时 就是珊瑚死亡后的骨骸沉积形成的椒盐 也就是珊瑚礁 而珊瑚礁在石门洞附近的海域朝间带 也是相当常见 还有石门洞海滩上特有的贝壳沙 每一项都是石门洞风景区 丰富的地质生态景观 这个东西在我们石门洞的洞门口前面那片 俗称叫珊瑚礁 其实它也是有藻类的沉淀 藻类的形成 它是已经盖化了 就是说已经那个 我们这个是真实的东西 这个是真实的珊瑚礁的意象 当然希望说游客来这边 我们友善地对待游客 游客友善地对待我们的公厕 大家要维护 被列为淡水外八景之一 海山石门的石门洞 以独特的海石洞文明 为了提升观光品质 并与邻近的景观相呼应 有一致性 就连公厕也一并升级成为景点之一 就是要提供给喜爱户外探索 左方海岸线与朝间带的亲子游客 一个观察丰富生态与地质的 是有嫌好去处 既找到评寒师们采访报导 就是要提升的 这些不仅 ад定的 既然是好 是好 编气